MeToo浪潮席卷台湾 近日大牙,周一佩,巴文痛诉 2012年在黑色惠美媒时期 曾遭黑人陈建周姓骚 陈建周则透过律师声明全盘否认 今夜更二度发出声明表示 关于周一佩女士于2023年6月27日 在脸书刊登之贴文内容纯属虚伪不实 违法侵害当事人名誉及人格权盛据 基于恶意造谣林容忍之立场 当事人已于今日,6月28日 向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请求周一佩女士赔偿当事人新台币1000万元 声明稿中还表示 请求法院命周一佩女士于脸书刊登道歉启示 以恢复当事人名誉 并强调当事人承诺因本诉讼取得支赔偿金额 将权数捐出与妇女保护、犯罪被害人保护等之 社会公益慈善团体 八毛律师看完黑人夫妻的三点声明后 提出三点看法 一、律师好像把自己当事人名字打错了 网友补充,伪是本名 二、提1000万的损害赔偿要先缴10万裁判费 三、宪法法庭已作出111年宪判自第二号判决 认为回复名誉之方式不包含法院以判决令加害人道歉 史乎宪法保障人民言论自由及思想自由之意指 也就是认为以判决强制道歉是违宪的 八毛律师说 这个宪判自当时蛮轰动的 直言 现在还会有律师提出 素知声明是要被告刊登道歉启示 我有点意外啊 另一名律师黄帝颖也指出 大牙指控陈建州性骚扰的内容 人事实地物叙述都相当明确 而且有化妆师等人可以作证 无论双方在法庭上的攻防结果如何 只单就陈建州要求大牙道歉的部分 宪法法庭111年宪判自第二号 判决理由已明确指出 法院以判决命加害人道歉 与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之意之有为 所以陈建州这部分的主张一定败诉 另外 焦糖哥哥陈嘉行也在脸书发文表示 黑人此举 公关手段多于法律实质异议 他也点出陈建州的律师函第一点 强制大牙公开道歉有违宪疑虑 他认为 为什么不直接告刑事加重诽谤 并附带民事求偿1000万 应该应该啦 大牙只要有人证 或真的为有一些证据 就会获判无罪 脸书粉砖 东村陈医师的诊疗事 博文表示 黑犯夫妇要告大牙损害民旭求偿1000万 心疼直言 所以别再责怪MeToo性侵性骚受害者了 光是要站出来就需要极大的勇气 2A昨晚开直播谈到大牙控诉黑人性骚扰仪事 表示事发时间为11年前 应该难以留下误证 如果大牙没有关键性证据 很有可能被反告毁谤 误告 因此另一条出路就是找出其他受害者共同发声 他也邀请大牙上直播讲清楚说明白 并直言 如果你有铁证 我愿意一起跟你承担法律责任 大批网友涌入大牙脸书 要大牙好好撑住 也希望有另外受害人可以出来指证 也有人表示 本来很心疼泛泛 现在直言 这对夫妻就是堵大牙拿不出证据 也有人表示本来很同情泛泛 认为他连个人隐私都被爆出来蛮可怜的 不过最新声明曝光后 网友风向逆转 表示 本来觉得犯被爆个人隐私蛮可怜的 现在觉得刚好 面对陈建州 但伟奇提告求偿1000万元 晚间大牙透过脸书再度发声 表示 再次感受到当年窒息的压力 但是这次我会勇敢法院见 贴文曝光后 立刻吸引超过万人按赞 留言区再度涌入许多人力挺 OK 好就是今天先 大家最近辛苦了 然后 今天其实主要还是 做爱心是重要的事情 而且这社会上 其实还蛮多 需要被关心的事情 那你们想知道的事情 其实我不是当事人 然后我也不太方便回答 所以今天还是 我们的重点 还是我们的爱心活动 谢谢大家辛苦了 谢谢鬼鬼 辛苦了 那等会爱心大使 我们台上见咯 那个媒体朋友们 那个鬼鬼他不会从这边离开 我们今天没有接受联房 很抱歉 谢谢大家 大家辛苦了 他今天不会接受联房 会直接离开了 谢谢大家 不好意思 大家辛苦了 大家辛苦了 麻烦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他离开了 他离开了啦 他离开了啦 不好意思哦 谢谢 谢谢大家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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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天不会受訪 他已经离开了 不好意思 谢谢谢谢 不好意思 他前面就已经有先出来做一个声明了啦 他讲的太快了啦 没关系 我们步骤刚才就好了 对对对 就是一样在讲 不是 他已经离开了 他已经 我们刚才已经 他已经车子走了 对 所以你们在这边等他 他已经离开了 因为他真的走了啦 阿观姐 我们一分钟就好好不好 我又不是他本人 我又没有办法替他做决定 而且本来就是 就已经讲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没有啊 他接送美丽延传 所以辛苦大家了 不好意思 谢谢 因为我们后面 云林还有行程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 不好意思 那让我们无问题好不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不小心喔 就是 我们是讲的 就是时间的关系 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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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好意思 因为今天现场呢 云林后面还有行程的关系 我知道各位现场的媒体朋友们 可能有很多的好奇 很多的疑问 一切都是以性为前提下的交往 有一个A片的大盘商是哪一位 黑黑的 然後 以前一百多公斤 现在八成 演艺圈里面来讲 谁的心机最重 我也是觉得老大 有个很賤 就是老大 会带我们出去啊 然后他会在车上一直播放 他要我们 就逼迫我们看的东西 然后为了让我们看 还故意绕路呢 明明看我 明明看我 明明在游花货 一定有一起拔马子 对 交往的时候 譬如说拔马子 一切都是以性为前提下的交往 这个年纪啊 有没有 譬如说我们那时候很懵懂 18岁的时候 18岁还没满喔 我们国中就认识嘛 就会先问一个 问K姐 对 就是问她说 诶 那个怎么样 过不过瘾 什么过不过瘾 然后她在那边耍帅的 哎呀 卖关子 有没有烟 反正她就开始讲 像说书一样 反正拿好了 怎么样 怎么样 她说有没有那个DIY过 问我们有DIY过 帅 我吸了一口音 我们怎么样 爽十倍 我们就一直在幻想说 哇 全部欢呼 真的假的 对啊 十倍喔 对啊 她说 很热 对 开会假的很热 很热 她很强调这一点 包子 她说包子 包子 哈哈哈 我们几国都在听了你知道 妨害一下啊 都在踏步 好想交女朋友啊 对啊 对啊 所以可是把马子的时候 通常有分工很细啊 那现在的话就是JASON为主 OK JASON为主 就算是那种 帮派的红棍 有没有 处理事情 那你变瘦应该有改变多 有 明显的 就是 就是一个比一个正 哇靠 越来越 越多吧 然后包括去夜店啊 还有一些 会主动 因为现在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 情况改得那么 离谱 现在就是你比较吃香 对不对 你不是吃香 但是会摸 从后面抓就一直 就是有那种 新年人家摸啊 摸你啊 就是抱住啊 那我就是很主动的 但是我胖的时候 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那就 inclou 雨 这么快 终于跳 最好 了解 你 看到 是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